佛在世的時候 穆健蓮和舍利弗 每逢在應供之前 即是在吃飯之前 他就會灌這個三徒 他一吃飯的時候 就會灌這個地獄餓鬼畜生 這個三徒痛苦的眾生 他一吃飯之前 都會灌一灌他們 有一次 他一灌 灌到餓鬼 這個餓鬼 他的形容是 喉嚨像針一樣 頭很大 肚子很大 像現在我們看到埃塞俄比亞 如果你看清楚 和經中所說的 其實真的很相近 經中所形容 那些餓鬼的腳 好像柴 在菩薩論中 他說鬼 其中有一些醜的鬼 有好的鬼 有醜的鬼 其中一隻 其中一隻 是屬於醜的鬼 它飛頭散發 有些會把頭髮蓋著臉上 然後 肚子很大 腳很幼 幼得像菇柴 喉嚨像針一樣 什麼都擠不下去 一擠進口裡 就變成火炭 就算一擠水進去 它就變成龍血 它沒有法子吞進去 那麼 社利弗就問他 哎呀 你因何事故 敢得此生呢 唉 你不要說了 不要問 你如果要問 你要問佛陀 佛陀就什麼都知道了 社利弗回去就問佛陀 佛陀說 噢 管一管 這隻鬼 沒有 這隻鬼 過往生中 是個仕頭婆 為什麼 她說 她的丈夫是賣甘蔗汁的 她種了甘蔗園 磨了那些汁 很甜 很好賣 生意非常好 她的丈夫很喜歡 供養沙門 那些出家人 那些出家人 有一天 有個獨角 他就去化 怎知道她的丈夫因為忙 他就吩咐太太 有個出家人來 你快點和我供養他 我要趕著出去有事做 她那個仕頭婆 就想 唉 這麼貴的甘蔗汁 一天都叫我供養出家人 如果你又供養他 你就令他起個貪念 唉 都要想想辦法 於是 她倒了那些垃圾水 混了一些甘蔗汁 來供養出家人 這個出家人是聖者 看來的 一看就知道 她沒有出聲 摺了之後 就倒了她 就走了 誰不知 這個仕頭婆 因為這個行為 她起了一種這樣的心念 來生這個供養的心 就這樣做這個惡鬼 這是一個很無奈 你不供養 更好 你怕別人 還要想一些基心 令別人生煩惱 這種慳貪 長期在慳貪裏 就會感應到 你現在看到的人都很奇怪 你看到 這個報師 不只是報師甘蔗汁那麼簡單 你看到有些人 我們說財師 法師 就是無謂師 財師 四事供養 令到他有這個知財 能夠可以對這個衣食住行 都有一個方便 可以得到 但是這個法師就是 你說一個道理出來 而這個道理 你有一個慈悲心 不是在演藝 自己在清強 完全是灌到眾生有這樣的需要 自己應該怎樣能夠 可以將自己學到的東西 去幫助他 所以這個法師 不只是經教這麼簡單 他不懂得掃地 你教他掃地 他不懂得煮菜 你教他煮菜 這個叫做法師 有方法 有佛法 有世間法 你由 不懂得掃地 你也發過慈悲心去教 你學一下 第二天 你到修辭的時候 你習慣了 喜歡來 將自己所學的東西 來教別人 但是你的心 是貪著愛 喜歡做別人的師父 喜歡做別人的領導 這就是為了權 為了慾望 你自己可以檢查自己 如果自己真的 你真是起一種大慈悲心 又能夠自己用功 因為你越過慈悲心 你的覺念就強 你的用功那種精進力就猛 你理解經文就通 你用一個通的道理 你不可以急 他那個時間 你是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不行 你強行來 就只會自己有很大的壓力 你能夠將自己所明白的東西 譬如你不懂得煮飯 你強行要衝來教別人 你就不用急一次半次 你學它清清楚楚 教得實實實實實 如果不是 你教錯別人 教錯別人都會墮落 所以遲些說 遲些說 為什麼會 教錯別人都會墮落 還是說畜生道 就會教大家 講公案 大家聽 你教別人煮菜 教別人穿衣 教別人走路 教別人呼吸 你從淺入心 自己懂得多 能夠明白 看過 都是有好處 你才會教別人 別人才跟你一起相應 所以 這個法師 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叫無畏師 因為你的人冷冷漠漠 見到別人不行了 見到別人這麼不妥了 你都好像跟自己沒有關係 完全 一點的 好像我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 人們走出走入 明明看到這些東西要做 這些椅子要整理好 這些東西要做乾淨 大家都好像看不到 為什麼 三寶物 應該要愛顧 我們吃長住的飯 睡長住的膠 受如來的恩 為什麼完全沒有那種報恩 那種對愛長住的愛識 為什麼不會有勇猛的 不要叫你施財 你施你的法師 你的工作 這就是一個報師的心 多些發心 多些服務 多些來 令到長住 大眾來的人得到安樂自在 自己能夠發起那種精神力量 老的好 亂的好 自己可以做到多少就多少 這種是我們出家人的 一個學道的人 一個居士也好 是一種很自然的一種 這是報師來的 是將自己的力量去報師出來 令到大家受益 所以六道萬行裡 報師是排頭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報師心不強 我們感應這個惡鬼道 自然就會很容易 如果想生惡鬼道 你就省貪 省力 省水 叫你多做一點 我也不習慣 十指巴埋 一輩子都沒有煮過飯 我最怕洗碗 我看過掃把就打得冷 抹桌也不用 裝香也可以 敏香佬 這麼麻煩 你想想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與餓鬼相應 你怎麼可以與佛相應 你出家都屠然 是侵犬長住 在一個道場裏面 如果自己不是真的去奉獻 是很危險的 所謂地獄門中 這個三寶人是最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一個三寶道場裏面 你不能夠勇猛 那你就屠然 是空來受施主之恩 自己財也不施 法也不施 無謂也不施 這個報師 報師才要到慈戒 忍辱就精進 事不定就智慧 這個六道 是為我們出家人 時時每日所做的事 都要融洩在這個六道之中 你一報師 洗多一隻碗就走開了 筆幾下送給人 又說手抽筋 掃一下鼻 又說眼睛不夠力 腰骨痛 變得不要緊 各有各的境界都不同 但是你自己想想 你究竟可以奉獻什麼呢 從臨從臨 所謂三草二木 都各有所用 不是一定強調一個人可以做什麼 就算我是拿一條柴 但是你也要明顯工作的崗位 在這個崇林裏面 你自己的力 我們人生真是難得 有機會在一個好的道場裏面 不去珍惜 不去發力 難道我們真是在家裏面 雲雲又又 以前我師傅 他就說 有些人 行行都去試 可能試到沒什麼好試 不如試一下出家 有些人是喜歡行行都去試一下 但是他行行都不投入 行行都不認真 行行都不認真去學好他 出家之後 他又行行都去試一下 但是他行行都不能夠背起一件事去做 行行都不認真去學好他 到老的時候 就逃入寶山 空手回 年紀輕輕 浪費江陰 也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 一個人最重要是不要愛惜自己 要愛惜自己的心 不要愛惜自己的力 那個力是越發越大的 人的力量是無有之境的 你的心力一發 你所工作的內容是沒有限制的 很多事情你根本沒有讀過 沒有做過 但是你的心力強 你一見你就通了 一見你就明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力沒有執著 沒有說著數是底 沒有看到別人 對不對 沒有煩惱 你自然的人 是清靜自在 心靈 一靈就通了 所謂福至心靈 這個人收福 報師得多 他自然感應得心應手 他每一種 福不是只有錢叫福 得心應手 就叫福至心靈 所以你看到福字 又有房子 又有田 又有三雀 每一種都如意 這只是世間的福 但是出世的福 就是你想發心來幫助人 你自然所做的事 你的福是會助你完成的 因為你的心不是一生一世 是無量劫裡織回來的 但是無量劫織回來 也無非是一念 所以一念可以通無量劫 無量劫織於一念 如果一念心是發起 你在無量劫的那種力也會出來 但是如果你一念心發不起 就算再給你多收幾劫 你也是這樣 所以 餓鬼之中 原來鬼裡面 在菩薩論裡面 鬼其實都有很多種 它有化生也有胎生 鬼的種類 就是 鬼是屬於一個大類 形式上 我們大致分有什麼呢 有好的鬼 醜的鬼 苦的鬼 落的鬼 鬼也有落的 是的 經是這樣說的 菩薩論裡面說 所以說 有時候人道 你看見我們人 這個地球裡面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人 人人的境界 跟鬼所說的境界 真的是一樣 為什麼有些人 他這麼自在 這麼富貴 五官這麼莊嚴 人品這麼慈悲 這些是好的 好人 鬼也有些好鬼 為什麼有些人 一起來動念 就是貪真痴萬言 無所 那種惡毒心 那種妒忌心 憎恨心 一來的時候 無法控制 這些就是感應到 醜鬼 醜的人 醜陋 你的樣子長得很漂亮 也沒有用 你的口 口不得漂亮 心不得漂亮 你一呈現出來 就是那些雜氣 就是裡面的貪真痴萬言 什麼都出來了 所以那些好鬼是有威德的 他的形容也很端正 有些好鬼好得跟天都差不多 他住的地方 那個醫部和正部 正部固然各方面都有威德 所以有些人借大力鬼的力 來到 到天龍八部裏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眾生 大力有勢力的眾生 互持佛法 他會住在那些五惡 海 神 這些叫好鬼 有些大海裏面 多數都是很端正 那些醜鬼是為什麼呢 就是無威德的鬼 很醜陋 很兇 很兇 好像餓狗的胸 那些餓狗 餓了很久 沒有東西吃的胸 一條條的肋骨 那樣 就好像 飛逢之亂 那些頭髮飛頭反殺 那些咽喉 就像針一樣 那些腳就好像那些枯柴的木 那些口 就時時流口水 那些鼻子就時時有鼻體 那些耳朵就生龍 那些眼中就出血 那些導演、監製、演戲 他這裏真的講得很清楚 他說如是等就叫大醜鬼 那些苦鬼是怎樣呢 即是很苦老的鬼 他沒有威德的鬼 事事都很飢渴 所以有時我們在街邊見人 擺幾個橙、幾毫子 千萬不要去撿那個橙 要不然你就和鬼爭了 那些鬼就穿在街頭巷尾 就吃別人的小小東西 那些行上時時都很飢渴 中年不要說喝水 連聽水的名字都沒有 所以有時我們口一乾的時候 你就貫上一些餓鬼的境界 如果我們找不到水喝的時候 我們現在天天都有水 所以我們要節省水 就不要浪費那些水 洗澡也不要勉強地 開著水喉來塗繁 喝水也不要浸一大杯 喝兩口就倒了它 這些全部都是要習慣省水 就知道 你要報師給那些餓鬼 那些餓鬼的水得不到 很辛苦 我們有時口乾得不得了想找一口水 找不到的時候 那種辛苦法 你可以想而知 餓鬼那個 喝不到水的那種境界 有些人 在大河裏面有很多水 他想走一喝的時候 他逼迫就變了火 這些火還會衝進他的口裡 原來這些火一直把他的肚子燒爛 就去問他 好像我們說 有些人 以前我聽見 我家人說 日本人打的時候 三零年八個月 有很多人進去集中營 就餓得很厲害 後來一放出來 他沒有人教他 他肚子餓 如果就是拼命不斷吃 其實如果餓 好像打餓七 你要吃東西的時候 是由那些稀稀的粥水 一口一口 慢慢慢慢 好像下油一樣 養回它 然後慢慢長動 你很久才可以吃飯 從稀粥 粥水 從渣渣到稀粥到稀粥到飯 都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你一想 如果你一餓得很厲害 你馬上去吃東西 就和現在的餓鬼 他一見到河水一喝的時候 他二入就難出 好像那條大蛇 人心不足蛇吞醬 大蛇吞了醬 在肚子裡 你要融化醬 你都有一段時間用 所以我們入口 就和那個餓鬼一樣 人的力 那個鬼的內在 那個機能 是吸收不到的時候 他那種慘 就苦不堪 也有一種叫樂鬼 這些是有威德的 他很富足 又很美好的 衣食的自然 他穿衣服好像天衣 口就時時有天拱 非常之優柔 周遊列國 任魂治愈 和天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事時很住的地方 就是 那個境界非常之好 但是人家問 這些鬼這麼好 和人有什麼不同 他感應到和人有不同 第一 他受部分 就不及得人 因為鬼 要奏服 夜遊 所以有時候 我們晚上黑 人家說 你走路最好走正中間 不要走邊 因為那些鬼 夜晚出來出動 你去遇見鬼 就不太好 所以 他日後不敢出來 他比你更害怕 而且他很虛脅多位 他很害怕 即是沒有威德的鬼 有些就算有威德 他也是比較卑劣 時事很害怕人 所以 他晚上才敢出來 日後也不敢出來 走路 他也是忍神神秘秘 所以人家說鬼鬼祟祟 那意思 就是那些鬼 他都不敢去正面 去對人 他說 那為什麼 那些鬼 又會有這樣的感應 沒有 因為他那個 有些是怎樣 他過往生 他雖然是 做了那個 布施 所以他有那個大布施 他就感應有一個有威德的鬼王 他也有布施 但是為什麼又會墮落鬼身 他的身是淺曲 那個人淺曲 不真 所以有時候說話 是淺淺曲曲 單單打打 這些很容易墮落鬼道 你看你那種氣格 都不得貴 是賤 他說這些賤和貴 有什麼不同呢 他說 如果有威德的 他就貴 沒有威德的 就叫賤 賤就是卑下 這個意思 他說 有些鬼王 什麼叫鬼王 就是貴 有鬼也成王 這些過往生 他做慣一些大布施 大鬼王 他自然有一種大威德 但是他的心又不正 閃曲 所以他感應到樣子都要墮落 有些是被人洗的 叫賤 他又說 貧和負 為什麼呢 他說 沒有的 他說如果負那些 他多數 雖然是墮落鬼 但是 所以有些人 就會念一些咒 去找那些有威德的鬼 去幫他發達 很多外道都喜歡 找那些有威德的鬼 去念一些咒 鬼的力量又快 很多時候 他會有些邪的咒 去幫他 去驅使那些鬼 去幫他 好像我們進了黑社會 黑社會 大哥照著你 你就不怕了 這些 也有些人 是很複雜的 就是鬼道裡面跟人道的溝通 往往都有很多渠道 有些人簡直可以跟鬼去通話 至於那些沒有威德的鬼 就像上來所說 如果有威德的 他是住山谷 住空 住海邊 住宮殿 有七寶莊嚴 身上有些花蠻 有些人 穿衣服 就好事正 吃的東西 有些甘味的食物 雖然不像天人那樣絕對 但他也有相當於天子的享受 這些鬼就有力了 你遲些走 有時候你拜那些鬼神 有些人 他也會給你一些 他也會給你一些 他也會給你一些好處 那你就要時時拜他 他給你一些好處 有些人真的會發達 不過你發達之後 如果你照顧他不好 他會生氣 因為他的妒忌心很重 他的憎恨心很重 所以這些最好都不要這樣發達 不要貪這些 如果有人叫你去念幾條咒發達 犯不犯都算 吃少些 否則你好像入了黑社會 他照著你 但是你如果不交會費 你就大件事 你佛陀 你唸幾句佛 你自己吃虧 他不會打你一生 但是如果你入了黑社會 你不交會費 那就大件事 所以我們跟鬼的交往 有些人教你念什麼咒 最好都不要鬥 武威德那些鬼是怎樣 浮浮油油漏漏漏 經常都飢飢渴渴 鬼鬼祟祟 沒有屋住 他多數是住在那些墳墓 那些松林的邊 那些草叢 那些洞穴 或者是那些糞土 那些屎坑 就是外面那些 以前那些屎坑很邋遢 那些鬼是最喜歡薄在那些屎坑上 因為他沒有東西吃 就是吃那些氣 或者就是在那些沒有地方住 飛頭斬髮 又沒有衣服穿 顏色非常之潮緒 有時候就不想被人看到臉 就把頭髮蓋住 撿住的氣 好像通宿黑食一樣 很可憐 這些果報就是我們過往生 根本沒有行這個布施 沒有收這個福 沒有力 沒有去好好的去 那你用一下 用一下就沒有了 那你一個窮人 銀行什麼錢都沒有 自己樣樣都沒有這樣的力 那就自然做人 尚且做一個比較卑下的人 所以做鬼也伏如是 在莊嚴論中 佛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商人 他叫做日益 益耳 叫做益耳 他進海就去找寶 當他找完之後 剛剛回來的時候 突然之間 那個船沉了 於是他在大海游一下 後來他浮了上岸裡 遠遠看見有個城 但是那個海水是不能喝的 很咸 那他很久沒喝 嘩 口乾得不得了 他一看遠遠有個城 於是他走到城邊裏 就問我水了 原來這個城是一個鬼城 是一個惡鬼城 這個城裏 所有的街道裏 人們集在那裏 走來走去 很多的 他就問我給我水喝 給我水喝 惡鬼聽到水的聲音 只是聽到水的聲音 蛤 水? 他不知道原來有個人 去問我水 他只聽到水的聲音 馬上很多鬼到處衝來 以為那裏有水喝 於是乎 大家來到去 反而問水在哪裏 原來這個人告訴我 我可不可以給我水喝 那時候那些惡鬼 他跟他說 唉 他還問那些鬼拿水喝 那些鬼就告訴他 他說我們 都不知道多少劫 都沒有聽過水的聲音 他說你還問我們拿水? 他說這是餓鬼城裏 我哪裏有水給你喝? 所以一墮落餓鬼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沒有儲糧 什麼都沒有吃 又沒有錢 又沒有錢 又沒有緣 又沒有地方去依靠 又遇到飢荒 又自己又沒有力 所以這時候 所謂墮落這個鬼身 都是由於過往心裏面 做多少少事情都不肯 沒有發心發多一點 那麼多都怕吃虧 這些就已經宿生存了 這些就是初轉人生 很容易跟鬼相應 慢慢慢慢 由於那個報師心 省探 省力 省水 那時候一感應 就已經接近 惡鬼的境界 還有那個儲備金 就越來越虧損 如果再不積聚 你哪有資糧 能夠可以感應到一個地方 讓你去修行 所以那個鬼 佛在世的時候 有兩隻鬼在那裡爭 在那裡打架爭 爭什麼呢 爭一個大的一個箱 爭一條棍 我們說 用來動一下那條棍 爭什麼呢 爭一隻木劇 那兩個人打到什麼呢 爭這三樣東西 後來有一個出家人問 你們打得這麼厲害 你們爭什麼 他說我就是要爭這幾樣東西 他說爭來做什麼 他說如果我爭到這個箱 這個箱裏面 我們要醫有醫 要食有食 各種都齊備 如果我爭了這支帳 我就會有力量 我就可以用這支帳 來威嚇很多人 如果我爭了這個木劇 我就騎了這個劇 就可以 隨心所欲 去到哪裏 都可以飛到哪裏 這個比丘 他說 好 你們爭得這麼厲害 你們兩個走開一點 我平均分給你們 你們不用打了 那兩隻鬼就走開一點 看看他怎麼分發 他一拿了這三樣東西 鬼都追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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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 咦 他在天空裏面跟鬼說 他說你們欠這三樣東西 你欠不到的 為什麼 他說這個傷 就代表什麼 這個傷是代表報師 如果你報師 是能夠長期在這個 才師法師無畏師 長期行報師之法 這個報師之法在六道裡之手 為什麼 下滿人生 你能夠得一個自在的身 來修行 就是靠你過往生中 報師力強 你感應生生世世 都是一個富貴 是一個安樂 是一個自在的境界來修行 你擔憂沒有衣沒有食 所以這個傷 你從報師中得 你跟爭這個傷 爭這些食爭 這些爭爭 這些爭爭 這些爭爭這些沒有用 這些象就是 如果你欠你的力量 欠你的權勢 你的地位 沒有用 你最重要是 你有一個禪定 你能夠攝你的定力 你個人定 你自然有個威勢 去攝伏別人 如果你的定力不夠 人們散散漫漫 看他們 眼睛又眨下 人們站在那裡都不定 動來動去 另來另去 你的定力不夠 你想攝心別人去恭敬你 都很難 說話語無倫次 口窒窒 英講不講不英講 亂說也不看環境 這些都沒有定力 沒有定力就沒有那個攝心的閒味 表現出來的形容 你靠那支棍去打人 來起威勢 沒有用 你要靠這個形態 一站出來 你自然有個威勢 人家說你穿起龍袍也不像太子 就算他給你一個龍袍站在那裡 你也站在那裡 完全不像皇帝 人家的皇帝一生出來 有個皇帝的樣子 一披上那個 不用披上那個龍袍 他那種的氣勢 已經是皇帝的氣勢 那個木劇就說 如果我們能夠持戒 能夠清淨的時候 這支木劇 你去哪裏 有什麼是不行呢 啊 所以這個鬼一聽見的時候 這個鬼都能夠可以誤導 好像上來講 那些鬼 有些大威德鬼 他只不過是過往生裏面走那些邪的念 如果他聽到正法 能夠洩回心 他就可以脫離這個鬼道 所以我們需要得人身 如果不跟佛心相應 但是行的 口就當自己修行學佛 心就每天跟鬼做朋友 那時候你想修行成佛 那就比較艱難了 所以我們 最重要的是 守心攝意 明白到 輪迴六道 並不是渺渺茫茫 就在我們一念心中 須得人形 如果不能夠與道相應 就唯有與六道眾生相應 但是我們以為有任何患 saber 如果有多久 他媽媽 也不是 我承家 真的 without 你 我承家